在今年921大地震届滿20年當下 祖山秀傳醫院也辦理一場感恩音樂會 希望透過音樂讓民眾走出傷痛把握心聲 希望透過音類的療癒 那最主要是喚醒國人 那隨時要有機安思維要介遞請慎 那最終我想到我們要學會跟大自然環境 一起來共榮共生存 那這樣的話大家會自重整個環保 所以我想大家這樣整個一個環境才會好 藉由這樣的機會也希望說 讓秀傳醫院可以跟社區還能夠融入在一起 那同時也藉由921大地震 能夠讓大家記得過去的歷史 那更堅強更茁壯的面對生命 而在921大地震當下 院內許多工作人員不顧危險搶救傷病患 行為相當值得肯定 因此在這場感恩音樂會中 院方也準備感謝狀表揚他們的付出 大地震的時候 竹山秀傳醫院總共 那個當初還留在醫院的同仁 到目前為止我想到20年以上的 其實還有上百位 藉由這次的因類會還有活動裡面 我們鼓勵感謝這些同仁 921大地震當時醫護人員 不顧著自己的生命安全 優惡也會把我們的傷病患 帶著一種幫他們 所以我們特別在今天 來幫他們做一個最大的感謝 來幫他們頒獎 也希望他們的善行能夠讓大家都知道 有建於BC刑肝嚴肆肝來發生主因之一 為了幫助民眾做好健康保健工作 此次活動中也提供200個名額 讓民眾能夠免費來進行篩檢 對此縣議員蔡孟兒油耗 也感謝竹山秀船醫院的用心 因為我們鄉下的鄉親 都因為接無影 就活力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秀船今天這次 提供200個名額來勉費 讓鄉親來檢查篩檢離時間 非常有意義 那也可以看到許多民眾 不僅來這邊做健康篩檢 同時也在這邊聽音樂 他要好好的在週末 他要帶著家人一起坐外走一走 所以特別感覺秀船醫院 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議長何勝峰肯定竹山秀船醫院 對於地方醫療長年來的投入 也感謝院方透過此次活動 撫慰民眾心靈 並能做好健康保健工作 記者盧宇凱竹山採訪報導